有这个所属单位的这个范例 有程式码 不过程式码贴上去之后的话 记得你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它会有个错误发生 什么地方会发生错误 因为这边有个NAS 各单位人员 有没有 所以呢 你要检查一下 你的名称里面有没有 各单位 那个人员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你做完之后 让他好像就直接会出错 各单位人员 所以怎么办呢 应用程式或物件定义错误 这个地方他找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怎么办呢 你记得 要把这个各单位人员怎么样 要帮我去选起来 所以特别注意他这个地方是 把这里面一个个找 比对一下 比对完之后呢 再去把他的第一 怎么办 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第一列 同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 帮我抓过来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范围 不包含第一列 其实这个范围里面 整个把它选起来 把这个范围 从A2 一直到最下面这个 区8的这个范围 定义一个名称 其实从这边定义好了 把它贴上 就刚刚那个名称 Enter一下 各单位人员 各单位人员这边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写完之后 看看 OK 按执行 那我加两个按钮 有没有 G单位 A单位 清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会有个自定函数 这个也在云端上面 叫所属单位的函数 他会跟我要一个人员 那我就给他这个人 他会跟我讲 他在哪一个单位 OK 把他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就完成 那里面大概有写哪些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 就是这个范围要先定义一个名称 那我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nance的方法 所以特别注意 我这里面 那我的写法这样 for i 等于 特别注意 第二个 列 再让他往下 往下去 按哪一个 就是 特别是我这边多了一个sheets2 指的是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 那因为呢 这个地方 只有两个工作表 不就1 不就2 所以呢 我干脆用数字好了 不然的话 我后面要加上什么 所属单位 的名称也可以 你可以用名称 或者是用数字都可以 那我是什么 从这个工作表里面 往下侦测 往A2 向下侦测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到这个 里面这个回圈 指的是 帮我把前面的这个 各单位的这边 有没有 全部的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一个一个去做比对 跟谁比对呢 跟我前面的这个比对看看 比对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做什么呢 告诉我 比对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个一个抓 把这里面东西 抓到这边来 然后跟 这个第二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位置 帮我比比看 如果一样的话 做什么呢 帮我把 这个也是说 关键来了 帮我把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 找到的这个栏 上面这个第一列资料 帮我抓到哪里呢 抓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要特别注意 我这边有个写法是这样 因为要抓到哪里 抓到B栏 同一列的B栏 就是这个位置 那抓什么东西呢 抓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特别注意 Sales 一定是第一列 哪一栏呢 特别注意 我这边有个写法叫 sales 不是sales 不是sales sales 抓过来的那个 那个资料里面 后面有个属性叫column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关键在这里 那个储存格 它会带着 roll跟column 所以我只要 去告诉我 它是哪一栏 但是我不是要 那一栏的其他的列 我只要最上面的所属单 所以特别注意 关键在这里 OK 那把它抓过来 那就换下一个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很快的把所有所属单位 全部执行一遍 全部都完成了 OK 所以第一个 关键就是这个 这地方 可能回去可以再了解一下 然后再来清除部分 因为很简单 再来的话 方选 方选其实就是没有回圈 只有中间这东西把它复制过来 只是跟它要一个人 然后呢 利用什么呢 一样的 在这里面去找找看 如果这个sales里面 跟人员相仿的话 就帮我把什么呢 它的第一列的内栏的资料 帮我抓过来 抓给谁呢 抓给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return回来的结果 就会是 它是哪一个单位的人 OK 回来去单位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for each 那个写法 它的好处是 可以用名称 去把那个范围 整个都抓回来 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你如果不这样写的话 变成说你可能需要 这个地方 可能要写两回圈 一个是 什么呢 for i 等于2到8 for j 等于1到7 也还是可以把整个全部跑过一遍 可是问题 这样变成什么 外面已经有一个回圈了 里面又再两个回圈 总共会有三层回圈 其实理论上 只要回圈超过两个以上 其实对同学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 对不对 可能光想都 那也是可以写出来 所以你回去也可以试试看 三重回圈 也不是什么 只是说我用这个方式来写 至少它可以简化整个查询的流程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补充给各位 后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边的话 在云端上 有那个 这个 范例档案 还有 程式 那 不过要特别注意 你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说你在 做这个之前 要先定义一个名称 如果你没有定义好名称的话 那可能没办法正确的被执行 好